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8 point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吃了阿爸吃的 吃這麼多肉, 吃海鮮 這個 退休的趙生、趙太太 跟不少香港人一樣, 很喜歡吃海鮮 從新聞報道中 他們知道有關海洋塑膠垃圾的消息 也開始關注塑膠透過魚類海產 進入食物鏈後 會不會影響人類健康 但相信在街市買的魚和蝦 可以安全地吃 關心污染就不會來這裡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你沒辦法, 又沒適應 大魚, 我們感覺上 污染的程度的可能性比較高 應該說不會一直買 一直以為它有沒有污染 我們眼睛看到是很乾淨的 一條魚很漂亮 我想牠們也不錯 街市本身是製造塑膠垃圾的 重在區之一 趙先生、趙太太每次去買菜時 都會帶備膠箱, 方便裝海鮮 但也沒辦法減少收到的膠袋造量 你反過來, 你在街市說 我不給太多膠袋, 暴動也行 其實就算我們有箱 當主也會照給膠袋 牠不會像一條魚一樣讓你放進去 好, 先數一, 這裡有兩個 八個? 八個 有…有三個是雙倍的 塑膠垃圾越來越多 塑膠流落大海後 幾十年至過百年都無法完全分解 牠們經過海浪沖擦和陽光降解之後 由大變細, 再由細變成微細 去到五毫米或以下, 成為微塑膠 而部分有磨砂功能的個人護理產品 加入的微塑膠粒 最終也流入大海 成為海洋中的微塑膠 過去幾年, 科學家關注這些微塑膠 如何進入人類食物鏈 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有沒有看過有發泡膠? 牠也是一條魚的內臟 如果你看到牠的肚子裡有發泡膠 或者有膠 我覺得已經到了很恐怖的程度 你看看, 塑膠的食物一定會繼續在 蒸了就在, 你一定會吃到這裡 如果有的話, 很大條 你說用少許膠袋 希望在魚上不要塑膠 因果關係也太軟 除了膠袋, 膠杯, 膠水瓶 趙太平時穿的衣服 不少都含有製造微塑膠的物料 一洗衣服就有機會 釋出大量的微塑膠落大海 這個我最喜歡, 因為又輕, 又暖 這個是100%醉脂纖維Polyester 又是膠, 是不是嗎? 三件都是膠管 其實我們也知道盡量… 現在也少用汽水管 我們有一次去旅行 買了一些很好的…不是膠管的東西 應該是什麼材料? 鋁鐺, 鋁鐺 也沒用過 不知為什麼 你很少帶著膠管出去, 然後喝 除非你買東西回來家裡 可能有機會用 但塑膠我們也沒有機會用到 趙先生、趙太太都覺得 塑膠在日常生活中 已經難以避免 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想盡量走掃 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一看見的東西 例如海洋垃圾的污染 鯨魚被膠袋塞死 馬上飛台 你看了, 又好像沒甚麼可以做 一個很無奈的現實 也沒有一個很客觀的測試 究竟多少微素家是可以接受 多少是不可以接受 還有這個標準是由誰定的呢 本港多間大學都有做微素膠的研究 例如香港大學幾個月前公佈 在本港多個海域收集的 過百個海水樣本 超過六成含有微素膠 而教育大學去年化驗三十條野生糊頭 平均每條魚的腸裡有4.3件 不同形狀大小的微素膠 中文大學環境科學系碩士研究生 麥柱華和他的團隊 過去兩年多都有來灌塘碼頭採辦 研究微素膠水平 他們會用泥蠻籠捉魚和掘青口 今天主要是來取一些海產 分析香港的魚類或青口的塑膠水平 比較於外國是甚麼水平 這裏近雨水渠口 麥柱華說容易監察 有沒有微素膠在陸上 經排水渠流出大海 甚至被海洋生物進食 其實主要是用利器撞出青口 而採集的位置都比雨水渠近 例如下雨 它會將路面的骯髒物沖拆 其中會包括一些塑膠製品 吃青口、吃蠔的時候 會有機會吃到多少微塑膠 之後才可以推斷 吃到多少微塑膠的風險 他們過去兩年收集的樣本發現 在灌塘碼頭的魚 每一刻魚腸平均找到4.5粒微塑膠 而每一刻青口就找到2.2粒 在顯微鏡下清楚看到 這個條狀的微塑膠 經過檢驗之後 它是尼龍這種物質 而尼龍通常都用在我們的衣服上 你看到這顆圓形膠株 有機會來自一些洗面膠 或者一些個人護理用品裡的磨砂株 麥柱華說 研究顯示的微塑膠水平 相比國際同類數據 屬於中高折高水平 令人憂慮 他希望先做好相關基礎研究 但過程漫長 為甚麼要有時在實驗室要過夜 就是因為有些實驗程序 不能斷開 我覺得做的事情有意思 這個動力很大 令我可以克服這些辛苦 他說六年前 有載著150噸膠粒的貨櫃 在打風期間吹了下海 導致多個海灘堆積大量塑膠粒 造成生態災難 令他開始留意 甚至智力研究相關課題 自己圍內 一起去清理沙灘遺留下的膠粒 塑膠垃圾這個問題 在全世界各地是很嚴重的 你可以從圖片上 可以看到塑膠垃圾 蓋滿整個海 你一點藍色都看不到 如果還繼續忽視這個問題 最終受害一定會是人 那年肥不肥的蠔都是看天氣的 一北風,蠔就快散了 而且快要肥一點 總之越冷就越肥 樓浮山是香港最大的蠔牌集中地 以前小孩走的時候一直開到現在 小的, 這些一路本身很高的 底下的一路腐化, 座上去 本來更大座 這一座這麼大的蠔殼堆 是陳金陵自小跟父母兄弟 兩代人開蠔開了五十多年 剩下的蠔殼累積出來 這些十多年, 其他人 這些鮮頭拿回來 把蠔全部放進去, 讓水洗乾淨 明天再出來敲一袋袋裝出去 這些叫泥蠔, 所以有泥 所以不能生吃 一定要熟吃, 一定要熟吃 真是辛苦錢 慢慢來吧, 幾十歲沒辦法 陳金陵說 這十幾年間, 樓浮山變化很大 附近的養豬牆搬走了 又有一大片紅樹林過濾海水 肉眼看, 水質改善了 但他知道有些污染物是看不到的 你說其他的化學物, 當然是看不到的 表面看的水就沒甚麼 在電視新聞也很多時候看到的 你外面的魚, 先發現的, 微塑膠 然後整個海也有, 看份量去到哪裏 危害的程度去到哪裏 他很關心樓浮山的水質 一直配合政府的定期化炎 至今都沒有收過水質有問題的報告 他兩年多前, 又參加中文大學的研究 為他的豪場化驗微塑膠的水平 他都知道了, 他不找我, 也要找另一個 是不是? 早點知道就好, 遲點知道 你有甚麼事公佈出來的 不行就不行, 是嗎? 行就是行, 一定要說事實 你不能夠說明知道是不行的 你都肯定給人吃 是呀 政府說不能吃, 不能賣的 就要停了, 停就停吧 今天…這幾天是最好的天氣 是呀 昨天更差 是呀, 昨天最差, 昨天 這裡五、六月很多時候珠江大水 可能水比較差 是呀, 可以開了 你每一個牌子開二十隻, 是嗎? 儘量大隻一點 中文大學環境科學課程主任 陳景明, 這兩年多來 一直追蹤著陳金陵蠔牆的 微塑膠水平變化 每季都會來拿樣本化驗 就是二隻都放進去 是呀, 沒錯 大粒一點 蠔就是最好的生物指示 因為它是雷過性的生物 就是說會過濾海水 所以比較小的膠粒會收藏在蠔裡面 但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做蠔重要呢? 因為我們吃蠔是整隻吃的 好… 這裡不止很多 一回到海南也要釣著 就這樣? 是, 搞定 在樓浮山有近一万个豪排 这里和内地的珠江口相连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 珠江在全球十大塑胶污染河流中排第七位 每年流经的塑胶垃圾 有五万多吨 为什么要来这里看呢 就是有些跨境污染的关注 就是说大海是大家的 珠江河口也是大家的 香港以外附近还有珠海、澳门、广州 都是在珠江三角洲排放出来的 大家一起去承担这个责任 陈景明说这两年多 在樓浮山拿回来的蠔样本 都找到微塑胶的踪影 在显微镜里面看看它 然后就数一下 很清楚看到它有不同颜色 或者形状跟微塑胶一样 初步觉得它是二次塑胶 通常我们发现大概六到十左右的胶粒 是每一刻里面会看到的 综合这两年的化验结果 它们平均在一只大约重10克的蠔 就发现含有六十至一百粒微镜粒 不过全球包括香港 都没有规管食物中的微塑胶水平 所以说不到有没有食用的风险 我们没有办法今天解释给大家 你吃了一百粒这些蠔粒在胃里面 会有什么后果呢 也没有人去做过一个详细的研究 如果这些蠔进到胃里面 其实它是否会排除体外呢 还是会留在胃壁里面呢 这些都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才能够找到它 实际对人的影响是怎样 除了蠔之外 另外一个风险就来自这个青藕和蜆 加上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计数 可能我们会比欧洲人吃多十几二十倍 就是香港人吃海产的量相对高 陈景明在实验室置仰的斑马鱼 和人类基因相似 用来研究含有化学物质的微塑胶粒 一旦进入食物链后 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始终微塑胶粒是胶粒 制造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素质 或者其他的化学物质 如果有的话 它会对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主要是担心对生殖生理的影响 环保署至今没有化验本港海水 和海产的微塑胶水平 不过今年4月就用了140万委托顾问公司 分析本地及国际间不同的微塑胶研究 陈景鸣说有些失望 它不是研究 它是研究人家的研究 环保署已经有恒常系统和机制 应该将水质的监察 包括微塑胶的污染 美加也禁止在化妆品里 使用这些微塑胶 很多化妆品因为不能卖到美国 过去那几年全部运回亚洲销售 其实香港也要逆步逆出 然后一起禁止这个微塑胶 在任何化妆品里使用 联合国环境署估计 全球每年生产3亿吨塑胶 当中大约800万吨会流落大海 相等于每分钟就有一架垃圾车 倒些胶落海 预测到2050年累积的海洋塑胶垃圾 比大海中鱼类重量的总和 梁龙组织指现时海产含微塑胶 对人类所造成的整体健康风险甚低 但承认科学界对微塑胶认识不足 有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这些全部都是撿回来的 这些烂椅就撿回来 到大家车就车走 你自己做到多少就多少 又不要叫别人做 别人说你傻的 现在陈金龄每次出海 看到有垃圾就会撿 他说控制不了其他人怎么做 他自己只是为下一代着想 大家都无奈 在香港现在大人歧道 人们说是说环保 但做就做不到 避免到这么多 只要欠人不要震撼 垃圾、塑胶 不要等这么多下海 这些鱼网你留在海里 就慢慢一直在那里吐 吐了之后 它识出来的微塑胶 就所有生物都吃得到 但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机会吃 你不是说你走了之后 就是你升了天后就没事的 你还有些子女、年轻 还要用这些东西 就是地球也要用,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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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